LGD大俄这赛季的成绩拉胯 但并不妨碍手底下的选手脚踏几只船 这位叫陈安的选手直接被解约 后续应该很难找到队伍要他 相当于被迫退役了 陈安私生活混乱还在外面做陪玩 被解约也是正常的事情 不过要是他有小九的实力 并且在赛场上面证明过自己 LGD大俄还是不会做出解约的行为 毕竟培养一位选手并不容易 他不是违反了联盟的规定没必要解约 只是LGD大俄这番操作走下来 玩家才把矛头又指向了KSG KSG之所以对小九这么宽容 其实就是看中了他的潜力 要不然他口海怎么样也要禁赛几个月 因为影响到了队伍 还影响到了阿泽跟老东家的关系 人气直接下滑严重 这些东西算起来都可以解约了 而不是罚款就结束了 只是KSG想回到以前那种状态 估计就只能换人了 所以当阿泽跟小A被换掉 以小九为核心进行重组的时候 大家才会不满意认为KSG就是不作为 应该跟LGD大俄一样 直接解约小九或竞赛几个月 如果站在KSG的角度来看的话 确实留下小九是最优解 毕竟他的年纪比较轻 自身实力也特别强 可塑性很高 反而阿泽的年纪大联盟还不缺好的上单 意味着随时随地换掉他都行 不过KSG这么做确实无可厚非 这赛季他们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自然不愿意就这样放弃人气 哪有成绩重要 队伍要是一直在逼组 再好的人气慢慢都会被磨灭的同样的道理 要是江城出现类似的事 LGD大俄必定不会做解约 而是想尽一切办法保下他 总之 LGD大俄这次解约陈安 难受的反而是KSG 因为前者根本没有影响 这位也不是主力选手才会选择解约 后者则是失去了人心 以后热度肯定会下降 除非阿泽继续首发 然后跟伊诺等人还是有说有笑